经由医师的说明 相信不少人已经知道多汗和无臭的关联 以及治疗的方式 相信患者一定可以迈向清爽的人生 那一般如果说在出门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说能够准备一些湿的纸巾 或者说多几件的棉梯 都可以让汗医就可以赶快把它换成 起一个动作 其实都会有助于降低臭味的产生 其实腋下如果说有涂这些止汗剂 或这些化妆品之类的东西 如果说是很厉害的腋下出汗的患者来讲的话 他其实不太会主射你的汗线 原因是因为你的汗线分泌的量的速度很快 所以会让你很快就会所谓的脱妆 我觉得是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如果说有糊臭的患者 他基本上他其实腋下的这个多汗也会稍微厉害一点点 所以现在其实会建议就是如果要治疗的话 其实就是一并治疗会比较好一些这样子 尤其现在其实已经很进步了 如果说没办法接受手术的病人的话 其实用打针的方式 或是用设备的方式 其实下午都会非常的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